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客来七日畅销榜第31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人文社科类第7名 书名叫做《深入内在的转化与修行》 获得心灵真正的自由 作者是朱简丽仁波切 出版社袁晨 出版日期2023年12月1号 内容简介 内在转化的目的是训练我们的心超越外境的干扰 维持灵性意识的目的是进化生命里埋藏已久的杂质 只有在内在世界中才能洞察真实的自己 从而如实地接纳自己 本书特色 本书深入探讨人类精神层面与内在世界 有系统地讲述内在世界的结构 各个面向 心事作用 如何消融负面情绪 如何转化内在 详细解说生命的本体 灵性意识 解释灵性意识与宇宙意识的关联 以及引导读者如何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内在转化和修行是生命觉醒的同一条道路 只有经由个人精神层面的转化才能达到内心的开悟与和谐 也只有经过精神灵性面的修持才能获得真实持久的快乐 内在转化和修行的目的是在帮助我们重塑生命 成就原本清静的自己 让生命在这一世的迁移中获得身心的安顿 如果能持续做内在转化的功课 并精进修持灵性意识 一点一点去清理 一步一步去拓展 直到脱离各种负面情绪的掌控 进化了累世较为薄弱的业力 内在世界就会回复原本应该有的广阔空间 那时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心灵的自由 身心的安顿 生命提升的力量 以及实时安住当下的平和宁静与喜悦 作者简介朱简利仁波切 她是宗教文化教育工作者还有心灵导师 鼓励台湾大学社会系毕业 美国乔治亚大学气管硕士 曾任职美国生物医学高科技公司财务主管十余年 1980年拜入林云大师门下 1986年出任云林产寺执行长 2003年出任林云大师基金会董事长 并于1999年到2020年 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地雅各分校文学院兼任教授 1998年受到西藏本教最高领袖 曼日法王加封认证 荣获空行母仁波切 头衔 2007年佛门密宗黑教 第四阶段创导人及精神领袖 林云大师法王清寿一波为法脉继承人 2010年正式承接为第五阶段的再传人及精神导师 简历仁波切常年授课美国及欧亚各地 依应邀与世界各地演讲 开设的课程有佛学讲座 闭关内修 静坐修持 心灵成长 风水认证 气的调整等 演讲邀请组织包含 纽约联合国总部支援团体 美国农业部亚太美联合会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美协会 哈佛大学医学院癌症整合治疗中心 纽约大学 伦敦大学 乔治梅森大学 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 加拿大台加文化协会 美东华美妇女协会等 作者导读 内在转化与修行的过程 辨识自我救赎的过程 几千年来 人类对精神层面的重视 远远落后于对科学与高科技的重视 正如达赖喇嘛所说 人类花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去探索外太空 却忽略了探索自己内在无限的空间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 科技与人类的精神层面 的确成为两条极度不对等的平行线 科技的进步 俨然成为人类始至不渝的追求 遗憾的是 却并未给人类带来心灵全然的安顿 快乐与幸福 我们的生命是身心灵与外境四者的组合 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和灵性生活 生命的历程就是在这四个组合 和这三种生活中漫步度过 我们的一生通常都是优先忙于应付物质 应付外境中人事物和一切的发生 相对而言 精神生活和灵性生活在日常生活中 所占的比例极低 因为人们常忽略且忽视心理层面的健康 和灵性意识进化的重要性 本书即试图探讨人类的精神层面 和灵性层面 以转化内在和修持灵性意识的方式 让生命在这一世的迁移中 身心能够有所安顿 灵性意识能够有所提升 精神层面就是我们的内在世界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经验 负面思维 负面念头和负面情绪 诸如挫折 愤怒 委屈 抑郁 苦闷 恐惧 疮痛 空虚等 不但干扰内心安定 也带来不同程度的烦恼和痛苦 负面能量会造成内在失衡 也会造成负面的言行和态度 通常我们会直觉认定 负面情绪的起因是由于外在环境中人事物的压力 使然 事实上负面情绪的源头是来自我们内在世界中负面心事作用的结果 而与外境的对立和冲突只是负面情绪产生的导火线 想要去除外境中人事物带来的困扰和烦恼 去除内心负面的感受觉知 改变心境不再受负面情绪纠缠干扰就必须要先了解 改变自己比改变外境中的人事物容易许多 然而很多人对改变自己抱持着没有必要 排斥 怀疑 甚至恐惧的心理 改变是帮助自己成长的方式之一 人生的历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想要成长进步 就要学习不断改变自己 那么如何改变自己呢 最直接有效彻底的方法就是从精神层面的内在世界着手 走入内在的世界 做内在转化的功课 并且修持灵性意识 内在的空间无限宽广 其中灵性意识的潜藏能力也是巨大无比 这就意味着我们成长进步的空间是无止境的 因此千万不要自我受限 心灵痛苦的原因就是局限 自己生命的发展 我们必须走入内在 因为只有内在世界中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 看清自己真实的面目 从而如实的接纳自己 本书就是探讨如何洞悉最真实的自己 如何转化内在 如何修持灵性意识 以及如何获得心灵最大的自由 这个改变内在世界提升生命的过程 也就是内在的转化 内在转化与修行的过程便是自我救赎的过程 内在转化的目的是在训练我们的心超越外境的干扰 修持灵性意识的目的 是进化生命里埋藏已久的杂质 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持续做着内在转化与修持灵性意识的功课 当内在一切负面感受逐一消融 负面的思维念头和情绪也就不会再升起 随着转化与修持能量的累积 心会逐渐不再随静而转 内在也会逐渐变得平和安定 强大 那时我们便到达了内在转化和修行约定的地方 在那片内在的桃花源中 生命和谐安定 内心岁月静好 本书分为两个大部分 共六个章节 第一部分是深入内在 分数组成内在世界的重要面向 以及提供内在转化的方法 第二部分是维持灵性意识 探讨生命的本体 灵性意识的究竟 维持灵性意识的意义 修行的方法 以及如何将修行的觉知 融入日常的行持 第一部分 深化内在带领读者走入内在世界 了解内在世界结构的十二个面向 十个面向中 较为重要且复杂的面向 如自我意识 业力影响和气的调整 则分别在单独的章节详细解说 了解内在世界结构的要素 作用和影响之后 对于做内在转化的功课 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 维持灵性意识 是做内在转化功课之后的 进阶班 分为两章讨论 一是深入了解生命的本体 灵性意识 以及修持灵性意识的意义 二是我们走在修行道路上 所需要做的功课 也就是日常行持的规范 我们内在的空间 原本无边无垫无垫 却被种种负面的思维 负面的念头 和负面的情绪遮蔽 被烦恼痛苦笼罩 虽然时不时也会感觉豁然开朗 但却稍纵几事 如果能持续做内在转化的功课 精进修持灵性意识 一点一点去清理 一步一步去拓展 直到我们的心脱离各种负面情绪的掌控 进化了累世较为薄弱的业力 内在世界就会回复原本应该有的广阔空间 那时我们所感受到的 是心灵的自由 身心的安顿 生命提升的力量 以及时时安住当下的平和宁静与喜悦 第一章 深入内在才能做转化的功课 很多人都在说内在 但是内在究竟是什么 内涵又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 大概就是我们的内心吧 是的 但仍然太笼统 要做内在转化的功课 就必须要先对内在世界有更具体的认识 才得以深入内在 洞察内在 内在转化也才能成为 可以付诸实行的功课 走入内在世界一看究竟 内在不是一个实体 不是实质的空间 不是笼统模糊的概念 也不是未知的神秘世界 内在世界就是我们的精神层面 也就是身心灵三者中的心和灵 内在世界的活动与作用 主导着我们的认知 觉受 思维 念头 情绪 心性和心境 影响着我们表现与外的言语 行为和态度 我将内在归纳成12个不同的面向 成为内在世界的架构 这个架构涵盖了我们整个意识层面 从表层的感官意识 到深层的自我意识和潜意识 再到最深层的灵性意识 各个面向与面向之间的互动 如同一个相互串联的网络关系 因而产生内在的心事作用 心事作用极其重要 小则牵连日常生活中 一切喜怒哀乐的感受情绪 大则关乎生命在轮回中的上升或堕落 内在世界中的12个面向包括 其心动念 累世和今生的业力 习气 习性 人格特质 经验的记忆 感官意识 情绪作用 气的状态 自我意识 潜意识 灵性意识 12个面向与面向之间 并不是单独作业 而是相互连结 牵动 作用 影响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关系图 每个人的内在世界中 12个面向所占比例 各自不同 因人而异 而每一个面向的组成成分 也各自迥异 因为每个人 有各自独具特色的生命本体 各自累世的因缘 各自的轨道 各自的脉络 因而有各自累世不同的生命故事 每一个面向都包含了正面特质 根据不同成分 形成各种不同组合 也就形成了每个人的特殊性 这些正反 好坏 皆有的复杂组合 因人互异 无法归纳话约 也无法演绎推断 佛说一切法 唯度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每个众生有各自内在的心事作用 便是因为各自内在所有面向的组成成分 有着极大的相逸性 内在世界的网络 关系千丝万缕 盘根错节 其中有些面向 如灵性意识 业力 自我意识 和习性 其组成成分是累积的 而累积的时空背景 又无比庞大 跨越了轮回中 无数节的生命 还掺杂着数不尽 也理不清的各种缘分牵连 因此 我们内在世界的活动 以及在其间所产生的一切心事作用 并不是用单纯的逻辑思维 就可以了解和看清的 我们可能知其所以 但不知其所以然 可能只看到表象 却不曾想到表象后面 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实相 外在环境对内在世界影响很大 日常生活中 面对外境中一切人事物的发生 无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 都是经由感官意识 进入到内在世界 触动内在世界的网络系统 启动网络各个面向的连结 引发内在的心事作用 从有意识到无意识 从最粗大到最细微 都会经由心事作用产生种种心念 既有念头 就会有喜怒哀乐等情绪 接着展现到外表的言语 行为和一切的造作上 在对外境中的人事物 及一切发生的识别过程中 自我意识会悄然介入 内在网络的各个面向 在自我意识的影响下 制造出我的想法 我的意见 我的做法 我的喜怒好恶 我的经验 我的主观论定 以及我的选择取舍 等等 于是我们的心对外境 就会产生种种攀缘与直取 当然 自我的直取有正面 也有负面 简单来说 责善而固执是正面的 产生正向的心事作用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 深入内在的转化与修行 获得心灵真正的自由 作者朱简历仁波切 出版社原神 出版日期2023年12月1号 可能在下转化与修行 都介绍了修行 在下转化与修行 我看下转化与修行 我看下转化与修行 我看下转化与修行